哈喽大家好,我是北哥,今天我们就继续玩有名人魔佐助的一段操作 现在用的是自来野,少年自来野,对方也是少年自来野,我们看两个自来野怎么打 先一个二技能到场,场完之后替身跑了,对方替折了,再是一只蛤马,把对方怼啊怼啊怼啊,就去平A 对方没有替身,为什么不继续敲他,又是一个二技能,把对方控制住,对方还是没有替身 一技能把对方变成一只蛤马,蛤马之后就去平A,对方落地了,过来,对方二技能没打到任何东西 好,一个二技能,哎呦,被对方,哎,没有,被对方封禁了,封禁了之后,找机会,现在解除了啊,对方也捧了一个蛤马,顶到了,顶到之后,落地一踢 踢身马上把对方控制住,对方,对方没有踢身,想骗踢身没骗成功哈,哇,对方二技能导致的距离还真远啊 霸体开起来,霸体开起来之后,等待技能,随便开个一技能,对吧,开个二技能,是吧 也能让招式抄一个人出来,现在被对方反控,反控之后还有七秒钟,然后马上一个替身,直接把对方击杀了,还是网友的,这个少年之来也技术强啊 这边对方是大蛇王,准备换什么技能,二技能倒开,哎呦,哇啥,这一套怎么这么秀 反向,是吧,反向再用一个二技能,再反向把对方控制住啊,这个套路真的是少见啊,难得见到一次,哇,被戳了一下 吃完之后,体神,体神再出来再招出个原魔,对方也招原魔,双方都招原魔,但是对方的原魔控制住了自打野 自打野的原魔没控制住对方,对方用一个盾地数,对吧,戳一刀,好痛,再戳一刀,哇,要死了,嘖嘖,感觉就是把心脏掏出来一样,对吧,那个画面一下子变黑白一样,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卡卡西,卡卡西总理准备来一套什么,哦,又,诶,看,打大蛇王都应该要这样的玩,对吧,反向换技能,因为大蛇王他的技能冲过来的时候,是吧,可以用反向,反而可以把他带走啊,一个通灵,不,一个大,一个二技能加个弯,一个大招,躲过对方的通灵,走过来吸一下,一技能吸完之后,对方可以有个提升,好,用个二技能,被人堵了,又被戳了一刀 对方又是一个一技能,盾地,盾地之后,好,对方又提升提升,又是,对方开大招了啊,对方开大招了,卡卡西赶紧把那个查克拉开起来,对吧,密件开起来,然后又有一个通灵把对方控制住,控制住之后,好,一个一技能吸,大蛇王基本结束了啊,再用一个二技能把对方怼过来, 为什么不用电呢,一定要用一个土盾,把他给从地板上动出来,是吧,电死他不好吗,好,二技能,你看看,打大蛇王的时候,他是缓下二技能,对吧,打卡卡,打卡卡西的时候,他就直接正向二技能了啊,就不,不,不缓缓相啊,对方是想缓缓相,但没想到控制不好,直接被对方,被这个玩偶都控制住了,你看,玩偶的连招还是非常秀的啊, 一,二,一,二,对吧,一,二,三,然后一个打到天上去,再接一个大招,这下基本结束了,大招之后,哦哟哟哟哟哟哟,落地保护,一技能,直接在他面前一技能,再来一个二技能,再怼下来,再一个平,哇,又一个缓相大招,至于这么狠吗,对吧,最后一滴血还要缓个人扔个大招,啊,好狠